随着乌克兰局势不断紧张升级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牵挂 每一位在乌克兰同胞的安危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多次过问 要求要全力确保中国公民的安全 外交部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与乌克兰 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保持外交沟通 并且向乌克兰的同胞们发出了安全预警和提醒 限定局势发生突变之后 我们组织同胞们抓紧安全避嫌 为遇到困难的同胞及时提供帮助 同时抓住战局中出现的时间窗口 组织紧急的撤侨行动 驻乌克兰使馆 驻奥德萨总领馆的外交人员 他们多次深入火线 为中国公民撤离 打开安全通道 中国在乌克兰各个邻国的使领馆 也昼夜运转 全力安置转运我国的同胞 目前还有一些同胞 由于当地的局势和个人原因 仍然滞留在乌克兰 我们时刻牵挂着他们 与他们随时保持联系 根据他们的需求 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世界并不太平 有一位网友留言表示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 但很幸运有一个和平的祖国 外交为民永远在路上 我们愿继续用行动告诉每一位海外同胞 无论什么时刻 无论身处何方 你的身边有我们 你的背后是祖国